晚辈将义 仅代表华夏后世特来拜见汉武皇帝 不要以为用了些障眼法就可以玩过阵 陛下且看 这的确不是当下的锻造技术可以做出来的东西 还有这个字 为何与汉字如此之像 陛下 这就是大汉朝的汉 这是我们后世所用的身份证明 那个汉字不仅仅代表着晚辈所在的民族 更代表着大汉朝这个时代 以汉为名 源自汉朝的伟大民族之一 是华夏民族永恒的骄傲之一 你 为何而来 莫非是后世有烂 请陛下放心 华夏后世 国泰民安 即为我大汉后世 当与阵影血耻之久 来人 尚酒 后世 匈奴继退 你又是两千多年后的汉族 那汉朝是否永世存在 延续千年 陛下 大汉朝存在了四百多年 后世胡言 匈奴被打出去之后 大汉皇朝的其他敌人不值一提 真未来还会开疆阔土 为大汉朝打出更加广阔的领土 且朕早已颁布推援令 天下再无诸侯可反大汉 怎会仅存四百余年 国横已弱灭 毒汉已强亡 陛下前妻固然开疆阔土 故一世知雄 但依然犯下了不少错误 史书典击中对陛下有这么一句评价 有王秦之师 而免于王秦之祸 数字大胆 你是说阵型的都是暴政吗 匈奴席略大汉边境七十余年 他们就如同蚊虫一般 时不时就来咬我们百姓 咬完就跑 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被屠杀和掳走 人们都说我们大汉的男人不爱自己的女人 如今后世也这么说是吗 陛下之过并非在当下 而是在您的晚年 在您的晚年会发生一场大乱 陛下前后 因为这场冤案将近诛杀四十万人 您将会失去自己的皇后魏子夫 也会失去太子留居 是什么冤案 朕竟然如此糊涂 这场冤案源自于蛊惑 陛下有一次在白天小睡 梦见有好几千木头人手持棍棒 想要袭击自己 惊醒后就感到身体不舒服 精神恍惚 记忆力大减 最后被奸臣僵冲利用 引发了一场动摇国本的奇冤 朕会因为一场梦去诛杀那么多人 不 不可能 你把朕说成了是昏暴之君 不要以为有些艺术 朕就杀不得你 就在这时 将一右手一挥 时空之境显现而出 杀 全都给朕杀了 陛下 这恐怕是无数作祟 民间最近出了许多方式和各类神物 定是有人想要置陛下于死地 查 这件事由你全权处理 无论是谁 胆敢谋害朕都得死 只见画面一转 江冲让人把木偶悄悄放入太子和皇后请殿中 长安城内血流成河 不 不 难道这就是朕的晚年 是的 陛下即将落北大胜 这是您人生最辉煌的时刻之一 但由于常年打仗 百姓们真的已经撑不下去了 朕知道了 但你说的这场大乱 朕是要极力避免的 从这一刻开始 大汉将不会再有巫师 能够进入长安 这将成为大汉铁律 好事 完备在 朕 是否害了大汉 一场动乱竟然死了那么多人 朕这半生都未曾害过百姓 却在晚年做了那么多糊涂事 大汉的根基是否因朕动摇 陛下虽有过 但亦有盖世之功 而且在您之后会出现了一场大盛世 名为昭宣忠兴之志 一个是汉昭帝刘福岭 以及您的曾孙刘并义创建 尤其是刘并义 他是未来的汉宣帝刘巡 在他统治的二十五年中 大汉的政治 经济 外交 军事均达到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巅峰 并彻底降服了与大汉对峙多年的匈奴 若朕没有猜错的话 朕之所以免于亡情之祸 就是因为他们吧 是的 他们都是大汉历史上十分杰出的帝王 是忠兴之主 刘巡更是让大汉朝雄霸四方 并在定活碑上刻下一句千古名言 何句 凡日月所照 江河所至 皆为汉土 好 这才是朕的子孙该有的气节 这才是我们大汉的皇帝 陛下 大汉的将军也了不得 除了陛下有魏清或聚病这样的将领之外 刘巡治下平定匈奴的大将军陈汤 当时译回了一句话 在后世广为流传 哦 哪句话 犯我强悍者 虽远必诛 好极 后世 你为什么不去对话刘巡 而是来对话镇 一个能够在贫瘠之势中力挽狂澜的忠兴之主 不比朕这个前半生有功 后半生却犯下大过的皇帝强吗 陛下虽有大错 但在临终前也做下了不少 足以影响华夏史的决定 您是华夏历史上第一个发布最己诏的皇帝 重启了汉初的皇老思想 无为而战 与民休息 再就是任命霍光 为首辅大臣 他执政期间继续采取 休养生息的政策 减轻税收 减少劳逸时汉朝国力 重回巅峰 第三就是赐死了年幼太子的生母 也是陛下当时极为宠爱的勾异夫人 汉朝后宫懒政的局面屡见不鲜 就连朕登基之初也饱受外籍掣肘 莫说是之后的勾异夫人 哪怕是魏家权势太盛 朕也会除去 陛下开丝绸之路 打通河西走廊 开西域 平大碗 东征某间 南定两广 西南平朱仪 扩大出华夏两倍的疆土 若无您的雄才武略 便没有后世引以为傲的大汉皇朝 是您和无数的前辈们一起 打出了一个国家和文明的计量 打出了华夏儿女的底气和尊严 后世子孙能够铭记这些人的功劳 是华夏之姓 后世之人亦要如此 凡我华夏后世 皆要有尊严和底气 完备 谨授教